朋友们早餐好 又是放重的一天 今天呢我们俩吃放重餐 皮蛋瘦肉粥不太理想 做糊了 帕梅拉打卡已经结束 甜心筋长的体重是115.2斤 7天呢 它一共是吊秤6斤一两 这个成绩已经相当的优秀了 帕梅拉有效 它是小技术 我就呵呵了 朋友们猜测我今天早上体重是多少 103.8 长秤3两 7天我一共是吊秤 二斤二两就丁没吊 这几天一直给大家分享 帕梅拉减肥打卡的心得 最让我兴奋的还是 那位小女孩的留言 它呢是小技术 1米66的身高 114斤的体重 它呢每天早晨就是用一袋帕梅拉 半袋牛奶 一个香蕉 再放点谷物圈 中午的时候呢 它正常吃 吃八分饱 它还吃了很多的坚果 它还说帕梅拉配香 想一天散顿的吃 每天呢还八两八两的往下掉 每天呢都开心的 不得了 对了 这位小女孩呢 中午它是八分饱 每天就吃一顿帕梅拉 其余的呢 正常吃 这是上班族的梦想 朋友们的反馈也陆续来了 甜心妈早上好 过完年以来一直没有掉秤 少吃也不掉秤 帕梅拉刚到货 我晚餐吃半包加牛奶 又吃半条鱼 又喝了一杯茶 一点也不饿 十点半睡觉 掉秤二斤 真的好神奇 我是134斤 身高1米58 我吃帕梅拉能天天吃吗 我是早餐吃还是晚上吃呢 还有这位朋友 甜心妈 帕梅拉太适合我了 我平时上班太忙了 中午在单位吃 晚上就吃帕梅拉 五天减掉7.3斤 中午食堂鸡腿肉都有 我吃饱 晚上也不太饿 吃帕梅拉加酸奶 幸福啊 我今天的体重是175斤 我想天天吃帕梅拉 你看可以吗 今年减肥有希望了 谢谢甜心妈 来自河南的这位朋友 更厉害 我吃自己配的帕梅拉 一天掉3.5斤 昨天晚上回复了很多的诗信 好多朋友都不知道 帕梅拉怎么吃 帕梅拉大激素呢 是放在晚上吃 早上和中午呢 按照我们的减脂餐吃 还是最好的 小激素的朋友呢 放在早上吃 中午和晚上呢 也是按照减脂餐 最好的 如果能像那位小女孩那样 中午正常吃 还往下扒凉扒凉的种 这是最美好的了 希望朋友们 这方面的反馈给我更多些 古典三今天中午吃啥呀 吃波波鸡 我一会儿去买食材去 朋友们 我没讲到七天吃帕梅拉 我能掉六斤一两 太开心了 这是我历史当中最高的一次了 掉这么多 七天呢 七天就掉六斤多呀 多好 原来就二点二两的掉 对 我妈老说我两两只 说明帕梅拉 真的很适合年轻人 我这老太太 姑娘快再盛一碗去吧 你爸就是盛这么一碗 你看 我老公又盛这么一碗 你再不吃没有吧 我的 就是吃酸的 我不行爸 就是皮蛋麻的 给我老公皮蛋皮蛋 还有 姑娘你知道为啥我今天长成吗 嗯 我就昨天吃这鸡腿太甜了 这是我受了母亲节的理估 我就喜欢这样 像小孩酸的呀 带我尝一点 给我尝点双花袋 我还要挂去 你不尝了姑娘 老公是也没吃皮蛋臭肉了 但是我爷爷煮肉都是白色的 今天那是开锅以后 再下生花袋 你在生花袋里头去黑 这一咬着就是这个点 你吃不吃啊 一会儿再给朋友们展示我们的午餐 再见 再见 妈妈 我们家中午吃火锅 有丸子 羊肉 白菜 干豆腐 恢汁 乌鱼西猿 我懒 yolk 颠 老公